HELLO,大家好,很久沒見,我是Lorraine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到底在做什麼呢? 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話說教練,我也是一個話說愛好者 但其實呢,現在沒有話說愛好者 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關係,大陸又不能上去 日本的雪櫃提早接近了 今年年底又不能去日本,可能也有點困難 但如果可以去的,我當然會去的 那沒什麼好做,沒話說不定 做什麼呢?不如做一些Youtube影片 正直現在我發現了一個很好的軟件 可以幫我錄影片,就是Zoom 用了幾次之後,我就覺得很神奇 我實在太喜歡了 因為它可以讓我一邊錄鏡,一邊說,又很輕鬆 按幾個按鈕就可以了 所以我從此以後,我就會多做一些影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些話說的東西 然後呢,也會分享一些我平時在做的東西 其實呢,除了大家知道我會有假話說之外 我除了網路和廣州都會有假話說 其實呢,我本身呢,我自己呢 的正職呢,其實我是做Affiliate Marketing的 中文叫做聯盟行銷 那這東西呢,其實呢 是怎樣呢?其實就是在一些台灣和大陸都已經很多人在用的東西 那,你看看我這張,很享受的一張照片 我都很喜歡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完全是我的寫照 我都希望我以後我的人生都會這麼享受 嗯,即是繼續享受下去 那其實呢,Affiliate Marketing 有些人都會叫做Affiliate SEO 那是怎樣呢? 其實呢,我是有網站的 那我做的事呢,其實我是寫一個英文網站 然後我寫完一個英文網站的時候呢 那我就會做很多文章下去啦 你看到我highline了很多文章啦 然後呢,我就會利用一些SEO的方法 去令到我這些文章 在Google裡面 如果有人搜一個差不多有關係的keywords 然後呢,我那篇文章就會彈出來 在第一版 然後呢,然後呢 到我的流略上去了 於是,很多人會去我的網站 那我就會登記Amazon Associates 為什麼我用Amazon Associates來做一個例子呢? 因為它是最直接最粗暴最多人用的一個 這個Affiliate Marketing的例子 那它也做得很好 然後我就會登記Amazon Associates啦 那同時我會登記 如果我沒有做過這個Affiliate Marketing的時候呢 我就會登記Paynear的戶口啦 那接著就很簡單的 那你就可以進入Amazon Associates裡面呢 那它就會幫你 就是假設你可能選中一塊snowboard的話 那接著然後呢 它就會 你就可以去 如果你在Amazon裡面 你找到這個產品呢 你就可以拿一個link 在Amazon Associates裡面 自製一個 是由你這個網站 recommend過去的一個獨特的ID 那它就會做一條link給你的 然後呢,當你的 讀者在你的網站裡面 click了那條link 然後彈到Amazon之後呢 這樣呢 在他之後的24小時裡面 去買的東西 你也會有錢分的 那分多分少 或者是有沒有分呢 就要看那個category意見 但是其實我 如果我是做一個Amazon Associates的 Affiliate Website 我就是這樣做的 那為什麼要用Paynear去收錢 就是因為 因為他記檢查很久 然後進銀行也很久 所以我有試過中間有一次收不回 因為經常都不在香港 所以他就去香港 那我就錯過了 所以其實呢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說呢 就是講Amazon的 的associate 和一些普遍的 Affiliate Marketing的例子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就是因為 最近很多朋友都找我 我私下我 其實我真的賺錢的 其實我是做網站的 然後呢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很多人就想發展這個網上生意 唉 但是問題呢 就是很多人就用了很多錢去做這個 這個網站做得很漂亮呀 有了e-shop呀 有了說可以 唉唉唉唉 上網買東西 拍了很多圖片 然後呢 花了幾萬元 或者差不多10萬元 但是都是沒有生意 然後就走來找我啦 因為知道我做SEO嘛 因為其實 Affiliate Marketing的重心就是SEO嘛 如果你沒有SEO 你是不能帶你的網站上去 然後呢 就走來找我啦 然後找我的時候呢 就很多人就問 其實你到底是怎樣做的 那我解釋給他聽的時候呢 我差不多一天可能要說三四次 所以我就覺得 不如這樣吧 我還是做一個YouTube Video出來 然後如果有朋友問我是什麼的時候 我就不如直接傳給他看 我現在就是在做這些事情啦 那我可以怎樣幫你 那就省時省力啦 那我講一講 那我講一講 其實 那些人最多時間 問我 聽到我做Affiliate Marketing的時候 去問什麼 第一件事就是 那你有沒有eShop的 你會不會要在Amazon賣東西 沒有 我是沒有開任何eShop的 就是 我有一個Amazon的Seller Account 但是我不是靠 如果我是用Affiliate Marketing賺錢的時候 我不是靠那個Seller Account來賺錢的 因為Amazon樓下 它是有一個叫Seller的東西 就是賣東西啦 那個就是你給貨 寄在Amazon上買 第二件事就是Amazon要找客 他找客的時候才能賺到東西 那我就是幫他找客人 所以我其實是叫做 我加入的東西叫Amazon Associate 其他其實有很多Affiliate Program 很容易就找到 特別是做軟件產品的產品 產品的網站 然後 第二件事就是有很多人會問我 Affiliate Marketing可以賺多少錢 我可以告訴你這是一個沒有上限的生意 教我Affiliate Marketing的師傅 我想他現在應該一年賺100萬美元 兩年前我相信他還在賺200萬港幣 其實他現在已經在賺800萬港幣 因為其實這件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你做對了 你繼續做下去 你一直在累積 我知道香港有一個做SEO很厲害的人 他應該只靠Affiliate Marketing 一年都賺幾億 那我就沒有賺太多了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眼看的 過去幾年我的精力時間和我的喜好 全部都去滑雪 所以大部分時間我都在雪場上 做網站我都是三天打雨兩天曬網 不過我先透露一點 他都可以的 他都救我一年挖九個月 我生活都可以的 那怎樣可以開始做Affiliate Marketing 其實真的很簡單 對我來說 你選擇一件事你自己喜歡的 你自己喜歡說的話 要你有興趣 有話要說 他可以跟別人談到很久的一個題目 然後你選了一個題目 你就要開一個網站 開完網站之後 你就要做內容 寫文章 然後把你的流量整上去 那你的文章是怎樣的呢 就是要根據SEO來做的 然後做完文章之後 你就再做backlinks backlinks就是怎樣找人給你連結 這個又是有SEO的技巧 之後就沒有什麼SEO要做了 就是將註冊 註冊 Affiliate Program 然後將你推介的產品 換進去Affiliate Link 然後有些人看你的文章的時候 他們就跟台灣做部落格賺 你就可以坐在那裡收錢 好了 那些人聽完我的廣話做文章的時候 他們就說 為什麼我會強調大家要做網站 不要做免費的部落格賺 因為其實真的很麻煩 如果你是做部落格賺錢的東西 你是放在其他人的手上 等於這個也是為什麼呢 我會建議不要在Facebook 不要在Instagram 這些我們叫做social marketing的東西 然後社交媒體的東西 在上面做內容 因為你明白 你做完的內容之後 其實那些東西就輸入了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你那個部落格的那個 提供這個平台給你的網站 其實你一直都在幫別人建立自己的 其實你主要來說 你是幫別人建立自己的產品 你不是幫你自己建立自己的產品 然後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有政策的改變 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調整 好像我很久以前 我有做過Yahoo!blog 其實我一直以來 我中文blog 我都純粹是分享一下自己 開心分享 這樣就不賺錢 我的主力不是這樣賺錢 然後呢 Yahoo!blog有一段時間 他很紅 然後有一段時間他就接了 他一接的時候 我所有的文章都沒有了 你想想 如果你是靠這些文章賺錢 到你的文章沒有了 你就突然間你所有的錢都沒有了 然後呢 聽下去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 怎麼開始做一個網站 把流浪弄上去 再進入Affierlink 搞定 成功坐在這裡收錢 我都明白 我說得很簡單 但其實好像很難的 的確是很難的 怎樣把流浪弄上去 就是我剛才說 這個就是SEO的問題 亦都是我的專業 我除了很開心地寫文章 其實我主要是做SEO 所以 為什麼我的網站有幾篇文章 我都會排在其他人 幾十篇文章前面 其實我現在就買廣告了 因為我其實發覺了 因為很多人現在開始想做網上生意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有可為的 所以其實我現在就想找很多朋友 即是一些有質素的朋友 就跟我一起做一些新的 Affiliate Marketing的網站 或者我幫他們做一些網站 我幫他們做一些SEO 然後做了上去之後 其實在那時候我才會分給你們中間的commission 即是如果你一天在Amazon上 你賺不到commission 我是不會分的 當然啦 我雜力可以成功 現在每個人都在做的時候 我都會加快速度 所以其實我開了一個repsitepro.com 就是websitepro.com的一個網站 裡面其實就是提供一些SEO service的 除了我會選擇一些朋友合作 然後又覺得你有可為的 即是不要選擇也不一定是 意思是你沒有可為或者你有問題 其實純粹可能不適合我做的 那些我就會免費幫你做的 那如果不適合的話 我都會用一個便宜的價錢去幫你做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可能 因為這個是二個線緣 因為我一向都相信 其實做SEO 更大的東西不是 後來你會聽到我會說 一件事叫build backlinks 就是你希望別人給你連結 我覺得其實我做SEO 除了建立 backlinks的時候 其實我更大的原因 我是在做這個relationship 我希望你們如果真的可以做到一個好的網站的時候 我可以和你們有一個好的relationship 那我就說不是 我將來我做另一份相關聯的東西的時候 我想問你可不可以幫幫忙 我寫了好文章 你可不可以幫我分享出去 那你會幫我 如果你覺得我對你有用的話 其實就是做這件事叫放長線釣大魚的事件 亦很不掩飾我的意圖 但這件事是因為勝負的 我開心時你又開心 其實我覺得做SEO對我來說最開心的是 其實我沒有什麼敵人 因為我都可以幫到他 大家我們都可以一起做 然後就到 好了 那對開始做網站呢 有什麼建議 剛才說過SEO 我可以幫你解決的 如果你覺得我都不想跟你合作 我又不想付錢 找你幫我做 即是每個人都可以收錢 不如我跟你學吧 我們都有做SEO教學課程 那你另外問我吧 然後現在說完SEO教學了 那我跟著就說一下 對做網站有什麼建議 其實我很想跟你說 如果你要做一個好的SEO的網站 其實你真的不用說很漂亮的 不用說很漂亮、很強勁 不用說又這樣又那樣 即是很多人現在在說他的網站 我的朋友教我做SEO的 他在賺百多萬 他仍然在用wordpress 他的wordpress網站到現在仍然在用 然後他也是在用同一樣的伺服器 他也是在用同一樣的伺服器 然後他的URL在GoDaddy註冊 所以其實你們真的不需要選擇一些 你一開始不要浪費很多精力去做一個很漂亮的網站 你選擇 反而重要的是你做的網站 即是你後來看到我寫過的 你做一個網站 幾百元就可以入門了 我還做了一篇文章 你可以看我,然後下面會放上去 你看我的篇文章我都會寫 然後呢 你選擇做網站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你選擇一個正確的主題 不要太闊,不要貪心 不要去說 我想做運動網站 你不要去全部運動都做 你選擇一樣,你可以選擇彭球 你可以選擇足球 你可以選擇籃球 但是你不要做一個很大的主題 但是當然,也不要做一些窄 窄到很窄的那些,即是沒有人會看的那些 如果你想選擇的時候 你可以問問我 我可以很樂意給你一個意見 因為通常你現在看的都是我的朋友 然後呢 盡量不要做中文網站 因為做英文網站 為什麼呢 其實這就是問題 中文網站最大的市場 即是中國人 其實你已經很難做了 因為SEO 我現在做的是Google SEO 國內看不到Google 變相現在你的網站的讀者 就是香港人、台灣人 你是做香港人和台灣人的時候 其實跟你全世界的英文人看 你真的差很遠 你明白嗎 你要做的都是做這麼多心機 你當然不如做英文站 好了,然後引發到下一個問題 就是我英文不好 那就不用玩了 英文不好的話不要緊 你可以做兩個網站 一個就是做中文網站 你做中文網站 然後 但你選擇的題材 選擇的所有東西 你是用英文的 即是你是用英文網站做的內容去做 然後你找人幫你翻譯你的文章 然後你就把文章放上你的英文網站 第二樣就是直接請人幫你做英文內容 然後你自己就做editing 那你就不要自己寫 那其實你做editing的時候 你看得明白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說你連看也看不明白 那你就做第一吧 但你看得明白的時候 都要用一個SEO的方法去審查 那這個就不在今天裡面說了 那這個也是我做的事 然後就是 沒有聽過Affiliate Marketing 你不可以相信的 其實我很想說的是 Affiliate Marketing 這件事在大陸和台灣都很出名 我想應該是因為大陸和台灣都會有些廠家 他們是生產商 然後他們要賣東西 他們就會在Amazon上賣東西 但香港因為沒有了生產業 所以其實比較少人在Amazon上賣東西 那變相來說 其實你也會少人了解Amazon是怎樣玩的 那中國人既然他們在Amazon上賣東西 就只不如想擴展生意 擴展生意就找一些廣告渠套 找找找就很願意找到Amazon Associates 而Amazon Associates正正也是Affiliate Marketing 裡面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也會有很多人在大陸做Affiliate SEO 所以其實 你明白嗎?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在香港沒有那麼出名 但是我相信 隨著現在我們的實體店 無論是因為疫情 所以有很多人被關門或者各方面差 然後全世界都已經轉到網上購物 其實很多人會開始留意Affili Marketing 好,接下來是怎樣收錢的? 我不是收讀者的錢 讀者也不會因為看完我的東西 然後按到Amazon買東西 或者按到我推薦商家購物 然後再給我多錢 不會的 因為我推薦商家購物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香港戶口 所以其實我是透過Paynear 和PayPal來收錢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準備要註冊 因為Paynear最好 就是在你一開始做網站的時候 你已經開始註冊了 因為它傳過來的時候 它是怎樣呢? 它是一張銀行卡 它會傳過來香港 然後你就可以拿銀行卡 在桂園機按錢 然後變相來說 但中間因為它要確認地址 各方面 所以它中間交易 可能要一個多月才能開到戶口 所以早點開 反正它又不用收你錢 然後它給你錢的時候 它會收少了% 然後現在講的是 Affiliate Marketing的優點 是什麼呢? 第一 成本低 入門門藍低 嘩 成本真的很低 就算你註冊了網站 拿了URL 像我現在這樣 我是用Siteground 這裏有哪一篇文章 是怎樣在Wordpress開網站 我現在用Siteground 如果用初級計劃 一個月是6.99元 計算一年才有百多元 百多元 再加上URL 一年都好像是大概 一百元美金 一開始給 我自己用中間的中級計劃 中級計劃 中級計劃 一個月是9.99元 計算是大概一千元 然後便宜一點的 你可以去Blue Hoster 然後我再加上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 我是用Generator Press 這個film film即是 你的網站一旦進去 它不是有一個框架 它的風格是怎樣 我用Generator Press 因為它夠輕量 所以網站不夠快 而且它所有東西都很適合我 做Affiliate Marketing 的一個film 其實計算一千萬元 那千萬元可以玩一年 然後 其實你真的很難有其他東西 低過去的 你想想 如果你不小心 你走去說 我進一批貨回來 你進一批貨都幾千元 這個不用 第二件事 就是工作時間地點都自由 因為實際上你做網站 而且你不是做網站 其實你是做內容 你可以做完內容 存放在電腦上 然後你又看網站 你才會連上去 其實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做事 好像現在這個疫情封城的時候 根本就不能輸 因為 因為 你不用出去做事 你都做到了 我最喜歡的就是 在雪櫃的時候 我會坐在Hirafu的Aya 裡面的Ginger 一邊看人畫書 一邊在寫文章 所以很開心 你喜歡的在海邊做也可以 你喜歡的在山頂做也可以 其實就是你在哪裡都做得到 你喜歡做完之後去玩也可以 第三 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做的是自己很喜歡的事情 我很喜歡滑雪 所以我寫了一個滑雪的Blog 其實在寫的時候 都已經很興奮 就是在看這塊板 又看這套衣服 然後又看去哪裡畫 其實看完之後 就覺得自己好像去完旅行 一開始我是寫中文Blog 我寫中文Blog 純粹因為我有些事情想說 而我認識這個師傅 亦是因為有時吃飯 我跟她說 對 她就告訴我 她寫Blog 她純粹這樣說 然後我就說 我也寫Blog 不過不太賺錢 但是有地方說了話 我也覺得很開心 她說 不是,做Blog很賺錢 然後我先開始聊天 然後她也是這樣教我 然後呢 第四就是 到你的網站站上來之後 你就有很多賺錢的方法 你到時不僅是Affiliate去賺錢 你不僅是介紹人 買那個產品 然後在Amazon賺錢 你可以直接購買產品 你可以推廣自己的生意 你也將會有很多 都市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很多人來找你 我想你可不可以幫我買廣告 我有一個生意 你可不可以在我那裏幫我推廣一下 那你要明白 其實你不用做KOL 但人們看完你的文章 可能他們給了錢 你賺錢 你也不知道 你想想賺錢 然後你不讓人知道 是令人響光的境界 對吧 好了 然後呢 這個也是最後一個想到 我覺得很喜歡的東西 就是暫時來說 應該還有的 但是我四點幾起床 寫寫到現在 我六點幾有點累了 就是你建立的 全部都是很有用的資產 就是全部都是assets 你寫的東西 它是不會過時的 不像你買一批貨 它會過期 它會變色 它會變質 它是不會的 因為你只要一天Google 還存在 而一天Google 它的重心 都還是為讀者帶來 有用的資訊 然後它如何衡量 你那篇資訊 對讀者有沒有用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你的文章 夠不夠說服你 所以其實有一件事就是 它喜歡年紀大一些的網站 以及一些文章頁面 即是你那篇文章 如果年紀久一點 你更新它 但你不要改去那個URL 其實你在Google 是會更加喜歡的 變相來說 其實你一直以來 建立的就是 一直在賺錢的 那些文章 即是建立的 你不要去說 我覺得寫完很棒 但其實沒有人看的東西 這也是SEO要做的事情 即是我會做的事情 很厲害 無孔不入的賣廣告 那 那 於是 其實它是一個 perfect的economies of scale 即是你一邊做 你一邊越來越大 然後 如果你的網站的scale 越來越大 你每一篇新的article 寫出來 然後就排在上面的情況 是更加快 所以這也是我想和更加多人合作做article 就是因為當你集中了一堆的article 的時供 然後呢 如果相關聯的東西 你們一齊寫完一件東西 可能是 probably 你可以寫完健康 然後寫完運動 其實說不定會有交集呢? 到時候,你們分享一些有用的資料的時候 變相來說,兩個都會有在Google裡面的排名,可以boost上去 然後呢,就是到缺點了 有優點就一定有缺點 等一等,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錄影 因為我很害怕我沒有錄影 你明白嗎?我經常都做這些事情 好,然後呢,就是到affiliate marketing的缺點 第一,就是見下晚 見下晚就是因為你要寫文章 你寫完文章之後,你的網站註冊完之後 Google不會立即被你排在第一天 就算你做我的文章出來 色飛天都不行 它需要時間的,大概是幾個月 變相來說,如果你要立即的回報 你就可能真的要考慮一下賣廣告、Log Ads 無論是Facebook Ads還是Google Ads 第二,你要時間蓋內容 你不是熟手的話 就像我現在 我的朋友可能一個星期我們出30篇 那很快,你的網站就會出了大概兩三百篇 然後你的內容夠的時候,你就很快排了上去 但你不會的,你現在都是一篇一篇寫的 或者你可能找人幫你做的時候 那你就會慢一點 所以其實,頭一年是最多人退休的 因為未見到回報 第二就是,真是技術活 為什麼是技術活呢? 怎樣開網站 怎樣解決網站的主題 怎樣決定寫什麼 然後你決定要寫哪一篇 然後你每篇文章要怎樣寫 你到底寫什麼文章 然後你怎樣寫才會令那篇文章 會贏到現在的現場的投資者 那篇結構要怎樣寫多少字 然後寫了內容 然後你選擇什麼去推廣 然後怎樣去找背景 怎樣推廣你的網站 怎樣不會被黑客去攻擊你 然後怎樣避免被Google封鎖 全部東西都是要技術活 這些就是SEO的東西 所以又來了 你有興趣就找我吧 想做這件事 我會先跟你說 看你到時想跟我合作 想用我的SEO Service 還是你純粹想我教你SEO 都可以 好了,文筆要好 還有知識 沒錯,你真的要懂得寫 你真的要懂得寫 你才能做到一些吸引人的文章 你寫得不可以太悶 然後你又要了解你寫的東西 你又要說出來言之有物 其實也難的 所以當然你也可以用寫手幫你寫 其實這件事不太大 如果你說自己懂得寫 你又對自己有信心 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但如果你說我又不懂得寫 但我又不想付錢去找人幫你寫 那我就覺得不如這樣吧 我覺得其實我們都… 我們的談話也會很有樂趣 但不如暫時預約時間 遲些再談,好嗎? 其實我真的不用講 簡單來說一講 你又不懂寫 你又不想找人寫 我覺得就算了 其實你真的不太適合這一行 不如你去找其他適合你自己做的事 然後來到Affiliate Marketing的誤解 有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 一聽到我跟他說 Affiliate Marketing之後 他們就會覺得好像很有戒心 但我其實也不明白 你又不會付錢 這個又不是直銷 然後後來很多人會覺得是否直銷 不知道是否聯盟行銷 聽起來好像是直銷 所以我不用的 你不用賣貨 你也不用賣貨 你唯一的錢是 你要開一個網站 然後你要宣傳 然後你自己要寫 你不寫的時候 你可能要找人寫 就是這樣 其實真的這麼簡單 是這麼多錢 我至今都不是 你找寫手的時候 你不是找公司寫 也不是很貴 好像我這樣 我找一個人寫大約一千字 我給他大約七百元 七百元港元 不過其實已經寫得很好 然後你也不用用一個 很強、很美、很貴的網站 來做Affiliate Marketing 我另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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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 那些人 做Affiliate Marketing的時候 本末倒置了 把大部分時間 把大部分時間 拿來整理好 但沒有做內容 我下面再給你們 我在描述裡面給你們 然後你的讀者 不會因為你推介一些產品 而給你一些錢 但推介的時候 也不怪你憑良心 不好的產品不好 不斷推 有很多人在做Affiliate Marketing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 覺得 我要推銷多些東西 我要推銷多些東西 不是的 其實你要推銷得好的時候 你真的選幾樣 幾樣人 你真的會覺得很棒的東西 才選擇 然後人們覺得很棒 就會相信你 你明白嗎 你不斷推一堆垃圾 那些人會看得出來 然後 也不要亂做Affiliate Marketing 不要亂去找Backlink 你就不會再彈出來 你想想想 你會浪費了幾年的時間 心血 好像有些人 聽完整個理論 就會自己想出一些方法 可能會犯規 然後 做完之後 本身的網站很好的 突然一早回到解放前 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要多問 多學 多看 多聽 最後就是講到 香港Affiliate Marketing的發展 其實之前說過 因為我們跟台灣相比 我們沒有了一批生產相 所以我們其實不太熟悉 但我變相來說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 因為我覺得英文程度是比他們好 而且你們更加國際化 即我們更加國際化 所以我覺得我們做Affiliate Marketing 是更加有優勢 但你欠的是什麼 你欠的是了解Affiliate Marketing 你欠的是 你欠的是你需要做這個 因為以前大家都找到食物 其實好像現在這樣 傳統買賣就沉重打擊 面上來說 你網上生意發展更加順速 所以其實我覺得Affiliate Marketing 會更加有發展 最後的總結 我已經說過了 我也很明白 就是希望大家今天看完這篇文章之後 而剛好你又想做Affiliate Marketing 你會考慮一下 不如跟我合作一下 我會教你怎樣做 但因為我自己寫不了這麼多內容 我亦需要人去做內容 我可以幫你管理你的SEO 那你就負責做內容 然後你要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參與 然後大家一起做不同範疇 無論是運動、飲食、生活、生活、生活 各方面我們都可以賺錢 那我就可以在內容分農 那我就可以由一年畫九個月雪 我便去到一年喜歡畫就畫十二個月雪 如果不是畫雪就是去玩的生活 那我就有這麼大的私心 好了 最後 如果你們覺得有朋友想 會對網上賺錢有興趣 就歡迎你們把我這個影片交給他 我亦有一個網站 一個叫White Mileage 一個叫WebsiteProHK 大家都去.com 你們都可以去看 我的電話是9449-9919 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們再聯絡吧 OK,謝謝,拜拜